上荡百年 七世大冠 各位看官好 节目开始前 补个漏揪个篇 前边讲共军战俘那一集 有这么一句 没听说美军和联军战俘有向往中共国 愿意留在北韩或西韩享受共产共期甜蜜生活的 尽管是一句感性的话 但还是不算严谨 如笔林辉先生告诉我 其实哪里都有另类 现在告诉大家 那年头还真就有想试试共产国家生活的美国人 美军战俘总共7100多人 但40%被俘后不幸死亡 也就是将近三千人 被共军处决还是伤重不治或病死 共军不说 估计美军和联合国军有记载 重点是 活着的4000多战俘中 居然有22人不愿回国 原本就是美军中的共产党员呢 还是同样被共军解释代表 带着战阶女诱惑 策反而决定留在了中共国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应该也是国家机密 不然怎么没见党媒大肆渲染 美军战俘 向往共产主义 坚决抛弃美帝 留在中国 这么给力的反美火料不爆 没道理呀 是不是手段龌龊 有点心虚呢 就这22位 1956年以后 也只剩了16人 仍留在中国 还是跑了6位 不漏完毕 书归正题 本集说说邱绍云 这名字和上级的黄继光一样震聋发聩 只要您在大陆上过小学 都学过我的战友邱绍云 正是这篇课文告诉我们 邱绍云是抗美援朝的英雄 中共文献这么记载的 邱绍云 四川人 1949年12月参军 1951年3月随军复朝作战 1952年10月12日 在其所属部队500多人埋伏的 联合国军阵地前 准备进攻时 联合国军盲目发射的一发燃烧弹落在了邱绍云的 潜伏点附近 并迅速将其全身烧着 为了不暴露目标 他咬紧牙关 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 坚持三十多分钟 直至壮烈牺牲 邱绍云因此死后还被追认为中共党员等等 从中宣资料看 邱绍云是一名共军优秀战士 但一直以来 大众总是就一个问题 反复向当局要真相 就是邱绍云的牺牲细节 怎么想怎么无法被说服 据大陆多家网站报道 湖北省安禄市乡村教师廖忠明 曾经把我的战友邱绍云刻文情节失真的疑问 反映给有关部门 廖老师认为 邱绍云英雄事迹中至少有三处内容不符合军事常识 第一 邱绍云在战斗前被烧死 他随身携带的武器 如手榴弹 爆破铜等 在燃烧过程中为什么不爆炸 武器是怎样处理的 文中只字未提 第二 邱绍云埋伏的地点距敌人只有六十多米 能听到敌人的讲话声 这让人难免产生疑问 试想烈火在邱绍云身上燃烧了半个多小时 他周围的冬草也都烧光了 但居高临下的敌人 大白天为什么不能发现目标 第三 文中资料表达模糊 一个中午时分就是几个小时的误差 整个潜伏部队究竟多少人 在山坡的草丛中 能潜伏一支多大的军队 殲灭的全部敌人也不知道有多少 这些数字连老师都不知所云 何况是小学生 应该说 廖老师的质疑点到了要害 这也是大多数观众的疑问 大家都不是傻子嘛 按照文章的描述 当时邱绍云只要动一动 就有可能被联合国军发现 烧到痛极难忍 本能的惨叫一声 极有可能被发现 同理 将武器和弹药移动到火区以外的动作也会被发现 奇特的是 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 这当然会引起大众的怀疑 2004年 有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 让我们看看他的说法 广西法治报采访了当年现场最高长官邱绍云的牌长曾继友 曾牌长证实 因为安排邱绍云潜伏在离敌人铁丝网最近的地方 所以没带武器 只让他拿了一把捡铁丝网的钳子 曾牌透露 邱绍云离敌人不是党宣说的60米 是30米 离铁丝网只有5米 好笑的事情发生了 不在现场又想圆晃的党宣携手 看大众质疑弹药会浴火爆炸 发现自己大意了 涉嫌英雄造假 咋办 改呗 中共国宪法都能改来改去 加减乘除 篡改个把英雄事迹还不就是毛毛雨吗 于是 我们在党媒《光明网》上看到了宣传邱绍云的更新文字 邪手们将这段细节改为 为防止携带的爆破筒和子弹预热爆炸 他强忍着烈火烧身的剧痛 轻轻地将爆破筒推向一边 将子弹埋到土里 得 故事大王打脸现场指挥官 曾排长可能心里好一顿夸 小子 你好想象力啊 更糗的是 党媒自认合理的修改 摆上乌龙又长出鸡脚 引来大众接着质疑 这样的动作难道不会被距离并不遥远的联合国军发现吗 难道邱绍云周围的战友们没有一人沾上火星 他们难道都和邱绍云一样一动不动 身上的弹药也没有爆炸吗 那可是燃烧弹呢 不是农家乐柴火炉子好不好 党媒这才意识到 编故事真不靠服 别人智商没他们想的那么低 重点来了 在人们的质疑声中 真相似乎开始浮出水面 曾牌长告诉记者 当时在前线潜伏的只有52人 他就趴在邱绍云身后5米处 曾牌说 敌人先后发射了几十发燃烧弹 邱也不是第一个阵亡的士兵 记者问 有些文章上说邱绍云身边有一条水沟 他若滚进沟里就能活命 是这样吗 曾答 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在半山腰哪来水沟 有水沟 在那寒冬也没有水 也就是说 所谓能灭掉邱绍云身上烈火的水沟 也是党媒笔杆子们在脑回路中挖出来的 战斗中 曾牌长左手腕和脖子受伤 战后被送回国内医院疗伤 一天 他听到护士读人民日报刊登的《伟大的战士邱绍云》 邱被授予特等功臣 作为牌长 老曾感到很欣慰 但他开始注意到这篇文章里描述邱绍云的不少错误 比如说邱绍云身上背着爆破桶 曾牌长想问 这是谁给人民日报喂的这些料啊 各位看官 邱绍云的长官也是现场目击者的证词 最少揭出了党宣文献的四处造假 一 前线潜伏不是五百多人 而是只有十分之一的五十二人 二 邱绍云附近没有被编造出的水沟 无法灭火 三 邱绍云身上煤杯爆破桶 不存在需要挪动弹药或者往土里埋的动作 四 它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唯一烧死的病 到此咱们能不能信党和他的喉舌 不是很清楚了吗 我们下集接着说 别忘了订阅 点赞 传播 骑士大观 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